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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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所有破损的碗予以丢弃 我们可以从上网下一一拿起这些碗 检查之后挑出破损的碗丢弃 在一框已经开始烂掉的苹果中 找出所有完好的苹果 大家可以从这框苹果中挨个拿起并检查 挑出好的苹果放在另一个框内 在这三个例子中 我们都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 按顺序一个个拿起来 这就是一一列举的过程 然后每一个都对它按特定的条件进行检验 这就是逐一检验的过程 最后对检验结果做出相应的操作 这种方法必须把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 在一一列举的过程中 不能有遗漏 也不能有重复 像这样按问题本身的性质 一一列举出该问题所有可能的解 并在逐一列举的过程中 掩验每个可能的解 是否是问题的正确解 若是则采纳这个解 否则抛弃它 在列举的过程中 既不能遗漏 也不能重复 这种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每举算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道题 找出所有能同时被二三五 诊除的一千以内正诊数 用每举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时 需要确定一一列举的范围 和逐一检验的条件各是什么 请同学们在纸上写一写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吧 题目要求寻找的是一千以内符合条件的正诊数 所以每举范围是一到一千之间的正诊数 逐一检验的条件即为 能同时被二三五诊除 那么这个条件怎样用表达式来描述呢 请同学们在纸上试着写一写 这个答案是不唯一的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三种 第一种 用磨的运算 第二种 用除法和诊除运算 第三种 用除法运算和取诊函数 第二道题 找出所有百位与各位相等的三位战整数 用每举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时 需要确定一一列举的范围 和逐一检验的条件各是什么 请同学们在纸上写一写 题目要寻找的是 所有百位与各位相等的三位战整数 所以它的每举范围应该是 100到999之间的战整数 检验的条件则是 百位与各位相等 那这个条件怎样用表达式来描述呢 请同学们在纸上试着写一写 这个答案也是不唯一的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用模的和整除运算 第二种是用模的运算和取整函数 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每举算法 那如何来设计每举算法呢 让我们来看问题一 一张单据上有一个五位数的编号 其个位数和十位数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只知道这个五位数是57或67的倍数 要求设计一个算法 输出所有满足这些条件的五位数 并统计这样的数的个数 观察这张被涂抹单据上的五位数 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整数 它的万位为1 千位为4 百位为7 十位和个位被涂抹的看不清了 在这样一个部分模糊不清的五位数中 找出所有能被57或者67整除的数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变量 变量N 变量C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五位数的每举范围 为了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数 可以按照有小到大的顺序 依次列举 14700到14799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检验的条件是 由此构成的五位数 必须能被57或67整除 从算法的执行流程来看 因为要一一列举出所有可能的解 所以需要用到循环结构 其中变量N 用于表示被涂抹过的五位数 它的变化范围从14700到14799 因此设初值为14799 中值为14799 这样我们就通过了循环结构 完成了每举算法中的一一列举的过程 而在循环体内则需要对每一个列举的数 进行逐一检验 判断其是否满足检验的条件 从而成为真正的解 逐一检验部分 使用分支结构来完成 请同学们想一想 这里的检验条件应该怎么写 请大家在纸上试着写一写 根据前面学过的知识 我们知道 能被五十七或者六十七诊除 可以通过模的运算完成 由N模的五十七等于零 表示N能被五十七诊除 N模的六十七等于零 表示N能被六十七诊除 由于逐一检验的条件 使两则满足其一即可 我们可以通过逻辑运算 O来实现 因此 逐一检测的条件 可以写成表达式 N模的五十七等于零 O N模的六十七等于零 如果满足检测条件 则技术器C加1 并输出N的值 这个算法的执行流程 是由一个循环结构 嵌套一个分支结构 组成的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发现 设计每举算法 有两个关键部分 第一 确定每举的范围 第二 明确选出的数据 必须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确定好范围以后 用循环结构 对范围内的数据 一一列举 通过分支结构 进行条件的筛选 刚才 我们运用每举算法 通过一个循环结构 嵌套一个分支结构 解决了一张单据中 被涂抹掉 个位和十位的数字推算 这个问题 那如果被涂抹的数字 不是在个位和十位 而是在百位和千位 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同样 我们首先要确定 这个五位数的变化范围 由于千位数和百位数 也是连续的两位数 为了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数 我们同样需要按照 由小到大的顺序 一一列举 00 01 02 一直到 97 98 99 即被涂抹部分的数字变化范围 是 00 到 99 之间 由此构成的五位数变化范围 应该在 1047 到 19947 之间 共计100个 接下来只要找出 1047 到 19947中 每一个能被57 或67 诊除的数 就可以了 接下来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解决问题二 需要的 每举范围和 检验条件 各是什么 看看你写对了没有 每举范围 应该是 1047 到 19947 之间 所有 各位数为7 十位数为4的 整数 检验的条件 是 由此构成的五位数 必须能被57 或67 诊除 请同学们 根据 每举范围 填写算法流程图片段中的 空白部分 因为 每举的范围是 1047 到 19947 之间 所有 各位数字为7 十位数字为4的 整数 所以 循环变量 n的初值为 1047 中值为 19947 为了保证 各位数是7 十位数是4 每次n列举的值 增加100 即 不常设为100 这个例子 我们同样在 确定好了范围之后 用 循环结构 对范围内的数据 一一列举 用 分支结构 逐一检验 这些数据 是否满足 能被57 或67 诊除的 这个条件 如果满足 技术器 C 加1 并输出 这个解 通过刚才的学习 我们发现 在 每举算法中 关键的是 不重复 不遗漏的 每举范围 和正确的 检验条件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接着思考一下 我们的问题一 和问题二 除了用课堂上 分析所得的 枚举范围 和检验条件 来设计 枚举算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可行的设计方法 如果现在 单据中的第二位 和第四位数字 被涂抹了 其他条件都不变 算法又会是 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 请同学们想一想 以下四个问题中 哪些可以用 每举算法来解决 哪些可以用 解析算法来解决 老师 我知道 已知三角形的底核高 求三角形的面积 和根据电表读数 计算应付电费 可以用解析算法来解决 找出一百以内的 所有的质数 和找出所有十位 与千位相等的四位数 这两个问题 则可以用每举算法解决 回答正确 那你是如何来区分的呢 我们之前学过的 能够根据已知前提条件 通过数学表达式的计算 来实现问题的求解 就是解析算法 第一和第三个问题 可以通过数学表达式的计算 来获得所求的答案 所以是解析算法 第二和第四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写出数学表达式 所以我把它归为每举算法 小达 看来你对解析算法的概念 掌握得不错 但是每举算法的概念 好像有点模糊哦 谁能帮帮小达 老师 每举算法就是要在 可能解的范围内 为每一种情况一夜举 并进行逐一检验 从而找到所有正确的解 那你是如何一一列举 足以检验的呢 以第二题 找指数为例 给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是找 二到一百之间的所有指数 为了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一一列举从二到一百的 所有的每一个整数 然后判断它是否为指数 小雅非常清晰地表达出了 每举算法中的一个关键点 每举范围二到一百之间的整数 但是对于检验条件描述的 不够清晰 到底如何来判定一个数 是或不是指数呢 小雅 你可以自己补充完整吗 除了一核资深以外 没有其他因素的自然数 这就是判定条件 也就是每举算法中 第二个关键的部分 检验条件 当我们分析出了每举范围 和检验条件以后 就可以在每举范围内 一一列举所有可能的减 并在逐一列举的过程中 根据检验条件 检验每一个可能的减 是否是问题的真正减 小达 现在明白了吗 老师 我好像懂了 那你帮着分析一下第四道题 找出所有个位和千位相等的四位数 就是在1000到9999的范围内 一一列举每一个整数 并判断该整数的个位和千位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 这个整数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根据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 你们能写出对于在每举范围内的可能解 N 判断其实位和千位是否相等的条件吗 Mod是取余运算 N Mod时的结果就是N这个数的个位数 N整除1000得到结果是N的千位数 两者相等就是第四题的检验条件 老师 我不是这样做的 我用取整函数得到千位 N除以1000之后再取整 同样可以得到N这个数的千位 然后我的个位取值方法和小雅一样 用N Mod时来完成 很好 两位同学虽然在千位取值的时候 用了不一样的方法 但是最终都能形成正确的检验条件 用来逐一检验在1000到9999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所以第二第四题 我们可以用每举算法来解决 同学们 通过对找出2到100之间的 所有的质数和找出所有各位与千位相等的四位整数 这两个例子的分析 大家是不是对每举算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了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是每举算法 如何设计每举算法 我们可以用循环结构来完成 一一列举的过程 用分支结构来完成特定条件的判断 通过今天的学习 同学们是不是对每举算法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每举算法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如果你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实例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 不妨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与你的老师和同学一起接着聊 每举那些事儿 我们的同学们是 một 第三个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